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梁石秋 由陈时一播出 树 担心的是外在的险恶 人烦绿的是内心的风波 北平的家差不多家家有几棵相当大的树 前院一棵大槐树是很平常的 槐阴满庭,槐影临窗 到了六七月间 槐黄满树使得家像一个家 虽然树上不时的有一根细丝 掉下一条绿色的肉虫子 不当心就要粘得满头满脸 槐树的寿命很长 有人说唐槐到现在 还有生存在世上的 这种树的树干 就有一种纠绕盘曲的姿态 自有一股老丑 而并不自贤的神器 有这样一棵筑立在潜艇 至少可以把树小强心画不古的技巧 免除三分之一 后院照例应该有一棵鱼树 鱼与鱼同音 是有鱼之意 否则鱼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人喜爱的地方 成年的往下洒落 五颜六色的毛毛虫 鱼材坐高也并不好吃 至于边旁跨院里 则只有些枣树的份 叶小如鼠尔 到处生些怪模怪样 能拉伤人的小毛虫 枣树只合作枣泥线子 生吃在肚子里就要拉枣酱 所以左邻右舍的孩子老玉 任意扑打也就算了 院子中央的四盆石榴树 那是给天鹏鱼缸做陪衬的 我家里还有些别的树 冬院里有一棵柿子树 每年接一二百个高庄柿子 还有一棵黑枣 垂花门前有四棵西服海棠 艳丽到极点 西院有四棵紫丁香 斩了半个院子 后院有一棵香蠢和一棵胡椒 春芽、椒芽成了烧黄鱼和半豆腐的最好佐料 鱼树底下有一个葡萄架 年年在树根左近 要买一只死猫 如果有死猫可得的话 在从前的一处家园里 还有更多的树 桃、李、胡桃、杏、梨、藤萝、松、柳 无不具备 因此 我从小对于树存有偏爱 我常面对着树生出许多非非之想 觉得树虽不能言 不能结语 可是它也是有生老病死 它也有荣枯 它也晓得传宗接代 它也应该算是有情 树的姿态各个不同 亭亭玉立者有之 矮敦敦的有之 有张牙无爪者 有勾搂其背者 有己见森森者 有摇曳生思者 各籍其智 我想树沐于在熏风之中 抽牙放蕊 它必有一番愉快的心情 等到花簇簇 紧簇簇 满枝头红红绿绿的时候 招风引蝶 自幼有一番得意 落鹰缤纷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伤感 结石累累的时候 又会有一点迟暮之思 我又揣想 蚂蚁在树干上爬 可能会觉得洋洋出流的 蝉在枝叶间高歌 也可能会觉得 刮噪不堪 总之树是活的 只是不会走路 扎根在那里 便住在那里 永远没有颠沛流离之苦 小时候听名人演讲 有一次是一位什么 嘟嘟之类的角色 讲演 人生哲学 我只记得其中一点点 他说 植物的根是向下身 瘦处的头和身躯平的 人是直立起来的 他的头是在最上端 我当时觉得 这是一大发现 也许是生物进化论的 又一崭新的说法 怪不得人为万物之灵 原来它和树比较起来 是本来倒置的 人的头高高在上 所谓氢气上升 浊气下降 有倒行的人 有坐禅 有利禅 不肯倒头大睡 最后还要讲究作话 可是历来有不少诗人 并不这样想 他们一点也不比诗书 美国的弗洛斯特 有一首诗 名《我的窗前树》 他说他看出树与人 早晚是同一命运的 都要倒下去 只有一点不同 树担心的是外在的险恶 人烦绿的 是内心的风波 又有一位诗人 名Cumer 他有一首著名的小诗 《树》 有人批评说 那首诗是坏诗 我倒不觉得怎样坏 相反的 诗是像我这样的傻瓜做的 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树 这两行诗颇有一点意思 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蛇言创造 你能造出一棵树来吗 树和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最近我到阿里山去玩 路边见那株神木 据说有三千年了 比起庄子所说的 以八千岁为春 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春 还差一截子 总算有一把年纪 可是看那一副形容枯稿的样子 只是一句枯海 何神之有 我不相信枯树生华那一套 我只能生出树有如此 人何以堪的感想 我看见阿里山上的原始森林 一片片黑牙牙 全是参天大树 郁郁葱葱 但与我从前在别处所见的树木 气象不同 北平公园大庙里的摆 以及紫童道上的所谓张飞柏 号称翠云郎 都没有这里的树那么直那么高 像黄山的银客松 曲铁交客就更不用提 那简直是放大了的盆景啊 这里的树大部分是桂木 全是笔直的 上好的电线杆子材料 姿态是谈不到 可是自有一种真莽来出 如如眼荒凉的原始森林的敬意 局促在城市里的人走到原始森林里来 可以嗅到高贵的野蛮人的味道 令人精神上得到解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